空石楼 空石楼 各位听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收听《通石楼》 今天就有我Otis 为大家主持节目 在我旁边就有林sir 是啊 林sir大家都很关心你的身体状况 OK的 那个康复状况也不错 我想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暂时都OK有气 不会讲我漏气 我怕武器 最好不要强迫一个钟以外完成 可能讲到武器 我就会停止 没关系 我知道你们期间也录了几集 是吧 是 中间也录了好几集 好啊 录了一集 历史 录了一集 录了几集科学 我还没订在上网 录了一集 昨天7月2日录了一集的七一特辑 特辑 专门找邦和John来 帮大家讲一下见闻 希望我们录音都可以享受去做节目 我自己很享受 是啊 我也觉得你很享受 哈哈 我也希望听众也享受 而且我们其实也在做一个Vlog 已经有了 我看看 迟一点点 看看怎样在那里发布 看看我们会不会在 例如我们会把视频放到YouTube 嗯 看看会不会在YouTube那里放连续 再连续到我们的Vlog 除了在YouTube那里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 也可以在我们的Vlog那里去听节目 还有更加多的相关资讯 希望可以这样做 嗯 希望听的也享受 其实希望Vlog可以多些和大家交流 嗯 真的聊聊天 还有可能大家想听一些话题 也可以在Vlog那里去多些发表 你想帮我讲一下波也可以 是啊 通识可以有个话题很阔的 说什么都可以 基本上我觉得 嗯 只要令到人 令到听众观众可以 对这个世界发声的事 有更加多的认识和思考和贯通的 知识贯通的 嗯 我觉得已经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是啊 当然了 是啊 那当然最好 那今天我们想要讲什么 今天呢 其实可能讲一些话题 其实不是那么多香港的学生 甚至乎是老师 都不是那么多可能会很认识的 那因为呢 就是 新闻呢 那永远都是呢 讲得比较少 嗯 而且他会讲得比较零碎 嗯 尤其是就是 很多香港的学生 尤其是就是 从我的学生里面都知道就是 他们会比较少看 一些国际的新闻 是 所以就 如果当讲到伊斯兰呢 那可能他们就会比较陌生一点 嗯 嗯 我也知道呢 我认识的一些的老师呢 他们对于 可能伊斯兰的发展 在全球法里面的发展的情况 也都可能不太认识得多 嗯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读宗教研究的 那其实伊斯兰也都不是我一个 非常着力去研究的对象 嗯 但是呢 其实在我读碩士的时候 都写了少少关于 911之后 就是那个伊斯兰 或者911的背景 就是所谓的 基督教代表着的一个西方的世界 和这个伊斯兰文化 中间的对类 那个情况 嗯 他们都写一些论文 嗯 嗯 嗯 所以今天希望就是 可以 不如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伊斯兰呢 伊斯兰教里面 讲了些什么的 有些什么的内容 又或者就是 outline了 伊斯兰的文化 和西方 或者它所代表着的基督教 那个文化 中间那个的 就是如何相处 无论是有合作关系 又或者是一个 冲突的关系 嗯 嗯 希望这个过程里面 可以让学生 或者一般的朋友 当你们去看回 新闻里面所说的 譬如说 之前的 咦 美军捉了 拉登 然后杀了 其实拉登 他背景是做些什么 因为他跟美国 那么不符合 甚至乎他跟小布殊 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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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论他 而布殊也很争论拉登 其实 背景是怎么的呢 希望可以给更多一些 背景的资料 让大家可以 更加明白 去看 国际新闻的 情况 嗯 嗯 是啊 那 其实 如果看回 讲一些生活化 一些的东西 是啊 其实当我们走进去那些书店 那 其实都不难去看一些 就是去找到一些 有关于讲伊斯兰世界的 一些的书 是 我不知道Otus 你有没有 立过 或者 虽然宗教 未必是你的范畴 但是 我都会看一下 一些经济学的书 去到 双X 三X 或者大X 那些书店的时候 我都会 就是 宗教不是我最最最最大 兴趣的范畴 但是 我自己也有 也会看的 你家里也收到一些 一定程度的 是吗?原来你有的 宗教书 是啊 是啊 那 可以说一两本来看看 你有哪几本 其实主要是基督教反手 就是 比如说说识经学 啊 说说现经方法 啊 又或者说一些 叫做 比如说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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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社会政治角度 看基督教 比如说 基督教教义 比如说说 究竟撒旦 作为一个神话人物 他在基督教的 这个教义里头 他起着什么的 政治 或者社会的作用呢? 嗯 就是 这个意思 撒旦 姑且这么说 就是 有基督徒的听众 可能你未必接受 我想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我想是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角度 比如说 就是 教会去塑造 撒旦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图腾出来 嗯 其实他对于 教会 里面的那些教徒 他起着一个 怎样的作用呢? 嗯 就是有个这样的 就是特地向来看 比如说 那我还有些什么 比如说一些 一些宗教哲学的东西 图难 上帝存不存在啊 嗯 或者一些 都是基督教的 教义 一些浅识的书 嗯 就是个庭 哦 我就会 其他宗教就没什么 是 我就会多多少少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想 可能请我们 都会分享一下 我们有什么书呢? 嗯 我想研究宗教也好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是 又或者我们市面上买到的书 其实都五花八门的 嗯 又或者其实在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研究 研究宗教呢 其实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 嗯 因为当我们去找多些书 去看一下 不同的宗教的背景 又或者他从什么角度 去认识所谓 上帝也好 就是菩萨也好 阿拉也好 怎样都好 其实我们会见到呢 因为人类他真的有不同各样的智慧 去认识 就是 他心里面所想着的主宰 其实 嗯 嗯 其间就是 可能在不同的宗教里面 会有所磨擦 比如在我的书架里面 我有很多就是一些 宗教的历史 比如说 讲得多一点的就是 基督教 基督教的历史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总不会离开 就是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那个的冲突 那可能有些听众 或者有很多年轻人 都会认识多一点的 就是十字军东征 是 其实原来是 跟伊斯兰那些国家有关 是 所以我就会有多一点 这些宗教的历史 另外我就会有佛教 道教 他们那些信仰的体系 跟基督教是很不同的 嗯 另外就有一些 就是一些 学者的书 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宗教 嗯 所以其实我们可能 心目中所讲的宗教 我想在香港的环境里面 我们未必会很重视宗教 但是其实宗教在香港 甚至乎在全世界 是在发挥一些重要的作用 所以其实就是 今天我们都会讲到这个 的 话题 最低限度 就是某教会 其实在香港是大地主 那 在香港来说 是 教会主宰地主 或者是 一个政治 是 是啊 其实就是 很多 很多教会的高层 其实是 有 在 正华的 特首选举里头 是有分投票的 是啊 那宗教界 至少都有一票 有一票 至少有一票 而且选选委的时候 都有不少候选人的 是啊 是啊 那他们的背景 也都有 在资讯委员会里面 有很多宗教教的人 是啊 在宗教界里面 其实YouTube都可以找回 那几个 就是参选 成为 就是投一票 投特首的位 的过程 其实他们都是 咬到 面红耳赤 这样的 嗯 其实YouTube都可以找回 是 好 那我们谈谈今天主要的话题 嗯 嗯 是啊 今天讲伊斯兰教 他 如何回应 一个基督教 或者西方文化 他那个 全球化的 那个 扩展 嗯 其实这个在通识科的 框架里面 其实是可以放在 全球化 这个框架里面的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的定位是定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是讲的 那个伊斯兰教 去面对一个 全球化 嗯 那个全球化 in this sense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 叫做基督教的 扩张 或者是这样说 在全球化的过程里面 其实 一个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 的 力量 那个的力量 就是 一个的 价值观 一个主导的价值观 嗯 那个价值观就是来自 就是西方世界 是 那其实在它 那个扩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 伊斯兰是作为 其中一个 在 地球存在的 一个 的 意识形态 价值观的体系里面 其实它是和 刚才我所说的 所谓主流的文化 是有一个 互动的关系 嗯 这个互动的关系 其实可以是 一种 融合啦 但是也是一种 冲突的 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就 讲一下 关于这方面的 小小的讨论 嗯 但是如果 譬如说 定位就是说 会落在一个 全球化 以下的一个 叫做 文化的 全球化的 框架里面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 嗯 嗯 如果要讲一下 新闻 其实这十年 其实的而且且确 其实以往都多 但是我想 大家当看 一些新闻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会 听到不少 一些的 名词 例如 就是 这段 比较烬烈的 就是穆尔西 埃及 新选出来的总统 嗯嗯 他的背景就是 就是 穆斯林兄弟会 是啊 他是一个回教 就是一个 伊斯兰教的组织 是 也听过 哈马斯 嗯 又或者 其实 死了 一段时间的 拉登 是 他的背景也是 一个伊斯兰的背景 所以 其实当这些 名词 抽合了之后 其实 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可能未必 每个都知道 希望今天 可以说多一点 让大家去明白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 落到文化全球化的环境里面 我记得我们 在前很多集 勾拉过全球化的一些重点的时候 我们都有说过 一个叫做文化全球化 是 没错 文化全球化里面 我们都会说到一些文化的特征 嗯哼 我们 医食住行 我们的 饮饮食食 作息的习惯 全部都是文化 嗯 所以说 其实我们可能是在饮食 我们可以 有不同的 国家的饮食 香港 尤其更加多 我们可以去茶餐厅 茶餐厅 就是代表着 香港本土的 饮食文化 我们也可以去物济 行得基 这些就是代表着 美国那种饮食文化 我们也可以去饮茶 嗯 饮茶就是中国里面的 广东 广东的饮食文化 我们也可以去吃上海菜 村菜 各样东北菜 这样 其实就是 你走进不同的食店 已经是代表着 你在参与不同的文化 已经是 嗯哼 这样 另外就是 可能我们喜欢的什么音乐 也是代表着 哪一种的文化 这样 是的 绝对 所以其实 我们的喜居 我们的一切生活 不同的范畴 其实都是 可以说是 现在是 参与文化的活动 已经是 嗯 但是这个文化的活动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是不是固定的呢 固定的意思是什么 它是 永远不变的 是不是永远不变 就是 日本菜 永远就是 那几米的呢 嗯哼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现在我们都很流行 Fusion菜 其实基本上在香港 能吃到的日本菜 没错 就是大家 去大商场 吃那些 和什么 板什么 有两间板 什么 其实吃那些 基本上都是 你在日本 很难找到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餐厅 也不是说没有 但是就是 其实它是一个 日菜的大集会 因为你在这些餐厅里 你可以吃到寿司 你吃到拉面 你吃到天虎罗 之类的 比如说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每一种菜 其实实际上 都是日本菜 里面一个 比较 专门一点的 反畅 香港甚至 我们更能吃到的 就是日韩的Fusion 日中的Fusion 最近才听说 原来有家 一间 吃火锅 就是中日式的 吃火锅 共野一路 嗯 那这个实在是 就是 你说那个文化 是不是固定呢 很明显 就绝对不是 那Oltus 你是说了一些 日本菜 在香港里面 一些的变化 是啊 但是原来在日本 就是寿司本身 嗯 就是在传入来 香港之前 是是是 其实里面也有些变化 比如我听过 一些人说 加州卷 就不是日本传统那些 那些的 那些的寿司 绝对不是 是的 他反过来 反过来做的 反过来做的 原来就是 说是一些 在外国的日本人 去发明的 是啊 就是日本人去做外国 是啊 所以就其实 其实文化本身 都是在转变的 譬如很多香港人 很喜欢吃那种 那种叫什么 加泰河发明 那种叫什么 那种叫花之暖 花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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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花之卷 是吗 还是花之卷 是蔡国权发明的 我不记得了 蔡国权 蔡国权 就是唱歌的 原来有关他事的 他有一首歌 好像叫花之卷 哦 那你必有事 哦 你搞认识而已 我不知道 OK 可能不是认识 这种东西 其实也不是日本人发明 是香港人去加泰河发明 但是不知道 不能够 攻回日本 这种文化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么多沙拉奖 我自己喜欢 是啊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 文化其实有它的那种 转变的性质 另外就是它的那种 转变是很依赖 它的环境 刚才我们的例子 吃日本菜已经也是 你在出了日本的地方之后 其实你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有不同的发展 无论是花枝卵也好 无论是加州卷也好 其实就是已经是 就着不同的环境 来有一些 作出适当的改变 是 例如 我想西方文化 去到香港 变成一种中西文化的会合 都是一种受环境影响之下的 文化的出品 是啊 香港的确是 就是像柱瑾宁所说 就是不中不英 又可以说又中又英 是一个地方 是啊 所以其实挺有趣 为什么在回归之前 很多的学者都会研究 哇 研究香港那个年代 那些中西文化呢 又或者 在香港里面又出现了 苏思王啊 就是这些又中又英的人 嗯 那些文化呢 那其实就是说 文化 它真的在不同的地方 真的会有 一个转变的 的情况 嗯 所以文化 我们认识到有 这两种的特性 所以 其实 文化是会转的 所以才 以下来 我们所讲这么多的东西呢 才那么值得去讲 以及那么值得去知道 那在文化全球化的里面 嗯 那我们 其实文化全球化呢 我们未必 我们不会只是说 船兼炮利啊 不会只是说 军事啊 不会 那这个未必是 甚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范畴 都不是说 打仗啊 是啊 但是里面 都会牵涉到一些名词 例如 文化帝国主义啊 或者我想 或者我想说的就是 软实力 这一样东西 是软实力 那在文化全球化的里面 一定牵涉到的就是 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嗯 是的 那其实就是说 什么叫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说 一个国家 在历史的当中 其实除了他会用 船兼炮利啊 去攻陷一个地方之外 例如我们祖国 曾经都被列强去 去透过武力 来进入中国的嘛 哦 这个是日本的说法 那就是 不是 我想说就是 不只是用这种的方法 其实自战过后 已经都不再发生了 这件事情 是啊 现在的mindset就是说 你打仗 始终都是 对于被侵略的国家 有个创伤 当我 创伤完你之后 我再占有你呢 对我来说 因为香港都没有好处 嗯 所以就是 因而呢 近这几十年 就开始说一种 就叫做远实力 嗯 远实力 有另一个说法 叫文化侵略 所以就是说 除了 经济啊 或者武力的攻击之外呢 也就是文化上的侵佔 这个就真的 也有很多的 例子 所以 但是 什么叫 就是 刚才说文化上的侵佔 那 有什么的 包含在里面先 文化侵略 因为文化的侵略 所谓文化 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字眼 其实就是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 你说这件事 就是当然文化侵略是一个 比较负面的字眼 就是我说一样说 就是 是什么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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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是说一个国家 他在船肩炮你以外 或者是 就是这个 才大气操以外 他对于其他国家 他在自己的文化上 比如说可能是音乐 流行的文化 可能是 甚至可能是明星 流行的文化 就是 就是这些地方 他对于 他是不是能够 令到其他国家的人 去仰慕这个国家的呢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我说 就是 就是我和自己的学生 讲远实力 最喜欢引的例子就是韩星 嗯 就是这个是流行文化方面 就是流行文化指标来的 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现在你在 就是你在东亚地区 你现在你流行文化 或者流行音乐的指标 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大家一起看着手耳 嗯 现在你走去 现在你走去HMV 就是你以亚洲来说 你哪些碟子最排得呢 大家都知道肯定是韩星 嗯 那你原本你在 就是亚洲地区 都亿文亿武 那些韩国 那些台湾组合 那些全都让了 嗯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那些都不知道去哪些 就是 其实流行文化是其中一种 嗯 其实还有很多 例如就是 一个国家的价值观 是的 比如你说的 美国最喜欢输出出去的 就是自己的民主 民主的制度 民主自由的哲学 那他们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哇 那说去呢 又抽一抽 就抽一抽人水 最近知道 日本的软实力 就是人民化价值观 都传来香港 传来我们的管理层 因为我们梁振英先生 最近才说 要想香港人 学习日本人 是吗 是吗 日本人这么服从的话 香港人就 没什么问题了 OK 这个就是他的说法 但是香港人 不是那么容易服从的嘛 还有你这样说的时候 一定群起而公私 不是 我抽到水 其实我 OK 其实就是一种软实力 除了流行文化之外 或者是 那个国家的价值观之外 其实还有他那个 就是一个国家里面的 一些生活的习惯 一些的习俗 或者一些传统 甚至是一些艺术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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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他輸出得很厲害 又是可樂可樂 影響力很大 如果再脫離娛樂多一點 說那種科技 網絡那種服務 網絡那種模式 其實都是一些歐美國家向全球發展的結果 絕對是 所以其實都是一種軟實力的表現 大家可以有一種想法就是為何要這樣做 其實很明顯就是一些國家想在全球增加他們的影響力 所以才做這麼多事情 希望當他們的擴展的時候可以更加暢順更加容易 又或者他們增加他們對於其他國家各樣的影響力 所以其實在軟實力 除了說剛才輸出的幾樣東西之外 其實亦都可以看到的是 它是會透過國家和企業 來作為一個輸出的手段 譬如以國家來做一個例子 那它就會向其他國家輸出它的文化 以及我們經常都會接觸到的旅遊 你來我們旅遊 消費 以及輸出那些歷史的遺跡 歷史的文化 而企業更加厲害 例如汽水的電腦軟件 互聯網服務 娛樂的媒體 甚至乎以後來所說的就是那種意識形態 正正就是一些國家想透過 無論是自己國家做 又或者是透過一些企業去做 來對於其他國家有更加多的影響 所以其實軟實力正正就是一個好像沒有什麼攻擊性 不會像我們以往覺得用飛機大炮來炸你 又或者有個核彈來爆你 現在我們說的就是一種文化上面的影響 如果負面一點的字 就是文化上面的入侵 其他國家這樣 所以有些人就會做過一些結論 就是說如果一個國家 它在不同的層面來去宣揚它自己的文化 又或者是推崇它自己的文化 這個就是一種叫做文化帝國主義 嗯 其實這個正正就是很明顯的香港 一個全世界的例子就是美國了 所以為什麼說這麼多美國的東西呢 原因就是因為今天所說的伊斯蘭 說伊斯蘭一定會趕到美國了 或者是西方國家的那個意識形態 嗯嗯 而伊斯蘭它的興起 或者伊斯蘭它在全球化裡面 作出的一些反應 無論是911也好 無論是有很多所謂恐怖的活動也好 其實就是針對於歐美的 所傳揚的意識形態 嗯哼 所以就是說 一定要講伊斯蘭 就一定要講美國先 這樣 所以其實好了 我們不如講一下伊斯蘭世界吧 我們講了這麼多歐美的世界 嗯 其實 伊斯蘭呢 大家是不是一聽到這個名字 就會覺得 真的好像跟美國啊 那些 跟歐洲啊 那些對著說的呢 大家的認識 或者大家的感覺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給到 我認識就不是全然是這樣 那你說 沙庭阿拉伯 巴林這些國家 當然是跟西方國家對著說 嗯 那你 還有什麼伊斯蘭世界 土耳其啊 吃兩家茶飯的 吃兩家茶禮的 巴基斯坦又不是啦 又不算啦 未至於啦 當然 開放一點的土耳其 開放一點的土耳其 土耳其基本上是一個親西方國家來的 是啊 其實他基本上除了一個國 裡面多人信伊斯蘭教之外 實情是大埔 很多價值觀 他都承受了西方價值的 例如他也講民主 他也講人權 他也講自由的 那就是 其實他們那個宗教表現 其實他們都比起其他 伊斯蘭國家 是開放得多了 那你 不過當然其實都不是全然是這樣 那你譬如沙利阿拉伯 沙利阿拉伯仍然是一個都幾 幾 幾伊斯蘭 幾伊斯蘭式的國家來的 比較傳統伊斯蘭 比較傳統伊斯蘭的國家來的 雖然他們是親美的 雖然他們是親美的 這樣 是啊 當然 絕對有些是跟美國對著幹的地方 敘利亞 敘利亞是這樣 伊朗也是這樣 那 阿富汗也是比較傳統一些 塔利班時代的阿富汗 現在是親美的 嗯 所以就真的 其實伊斯蘭的世界都在變 好像我們一開始說 文化是在轉換的 是啊 但是其實 原來伊斯蘭和西方世界 已經相處了很久很久 而且 原來不是經常都是這樣對著幹的 嗯 比如我們講的就是六七八世紀 就是當伊斯蘭在阿拉伯那裡興起的時候 那 他興起了之後 大概到九世紀十世紀左右 其實那時候的中東世界 或者整個伊斯蘭世界 就是阿拉伯的半島 中東地方 伊斯蘭 北非 那段的時間 以及吃了一點西班牙的位 如果大家對中世紀的歷史有一點認識 大家會看到那時候的地圖就是 伊斯蘭世界呢 是拿了西班牙的一點點位 因為他是由北非 就走去摩羅陀 繞上去吃巴爾幹半島 雖然就是這樣 但是原來在那個年代 我說的就是 九世紀到十一二世紀那段時間 其實他們有一段時間 其實是 那個交流是非常頻繁的 例如原來就是 在那段時間 伊斯蘭世界的數學 一些科學 其實都是蠻繁榮的 蠻興盛的 還有他們的繁榮基礎 就是因為他們 學了很多希臘哲學 於是就可以發展到 那些科學基礎的思想 哲學思想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幼稚園去學的 就是阿拉伯數目字 就是這樣 原來就是一個根源 就是從中東的世界 傳入到西方 所以整個文化 或者計算的模式 或者那種靈的概念 原來都是由伊斯蘭世界傳入 雖然伊斯蘭世界跟美國 或者西方不是那麼友善 但是其實在裡面 無可否認的就是 大家的交流是非常頻繁 甚至是那種醫學的發展 都是相關 但是那種相處也有喜也有悲 比較為人所熟悉的就是十字軍東征 也有很多人拿十字軍東征來批判 批判基督教 基督教是好戰 基督教是排他 基督教是要霸著其他的宗教 不讓他發展 其實背景也不是這樣的 其實很多這樣的批判 基督教 這些都不是一個合理 因為其實十字軍的年代 是有他的一個發展的背景 而大家都在說要拿回耶路撒蘭 不過這些就不說太多 始終都是這些歷史 去到近代 因為其實伊斯蘭的反抗 或者對於歐美的反抗 其實一部分是源自美國軍事的擴展 透過外交來壓制伊斯蘭世界的發展 以及傳媒 用傳媒的華語權 來對伊斯蘭世界的一些醜化 或者一些的誤滅他 所以作出一些反抗 可以舉一些例子 例如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久不久都會聽到一些新聞 一些歐美國家的一些報紙 他們畫那些報紙的漫畫 例如說畫摩康密德去吃豬肉 總之是把摩康密德 古蘭經那些去醜化他 我忘記哪個國家 是不是荷蘭 好像是荷蘭 荷蘭有一個報紙的報紙 結果就搞到最後要道歉 是啊 因為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伊斯蘭教徒 那些穆斯林都會 當然會生氣 你這樣去抵挽我這個宗教信仰 所以從中可以看到 宗教他的力量 一點都不小 也挺有影響力 因為從這個角度去看 宗教是有他那個 塑造了一個人 或者一個群體的身份 譬如我是基督徒 你是佛教徒 很明顯我們是兩個不同的宗教 都很影響了我怎麼看自己 我怎麼看你 這樣 尤其是看到基督教徒 和穆斯林 即是伊斯蘭教徒 他們的身份就更加 好像對立 所以我們說回近代的 伊斯蘭世界的反抗發展 其實是源於歐美 在他的傳球法底下 他們將自己的文化 無論是透過軍事也好 即是眼的 透過經濟也好 或者透過遠的 文化的傳播 穆斯林就是覺得 你一直入侵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我們本土的文化 或者我們本土的宗教信仰的文化 是在失卻 於是他就透過不同的反應 去對抗 這樣 但好了 我們不如說說 伊斯蘭世界 是 伊斯蘭的信仰其實是信什麼的呢 伊斯蘭教有什麼的重點呢 其實我真的從來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幾個數字 他們的拜祭真主叫我 有個最大的才是叫武漢麥德 不吃豬肉 其五次圖 他們的寺廟叫青春寺 那些女人通常都要包著頭 有些時候就要包著眼睛 有個網看著看不到眼睛 看都看不到 就這樣拍新聞證 然後就這樣認人 沒錯 網上有些這樣的圖片 就是真是 真是曾偉雄說的黑影 黑影 沒錯 其實伊斯蘭教 我們去到 書店 真的有書去講 但我想不是哪幾個 會拿起書來看 然後又認識伊斯蘭教多一點 真的不是那麼多 但其實我們也要認識一下 有時候也就是要 嗯 最慘的是我認識的那些牧師林 特別是我經常跟印庸聊天 我問他們伊斯蘭教信什麼 他們都講不出給我聽 那時候才開心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照計伊斯蘭教徒他們很嚴謹 其實伊斯蘭教跟基督教是類似的 因為是一神的信仰 一神教 一神教就是相信 這個全天地宇宙只有一個主 一個主宰 他那個主宰 剛才你所講的就是阿拉 阿拉的真神 其實信他那些 那些就叫做穆斯林 其實他們跟基督教是有一個淵源 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的信仰是由阿伯拉罕傳來的 就是由阿拉罕傳來的 所以其實伊斯蘭教也是肯定了阿伯拉罕 雅各 約瑟 約伯 這些人物 肯定 他們都會相信 他們是阿拉之下的一些非常忠心的信徒 但是有一點點就有一點不同 可能有些學生讀初中的世史 他們對於耶穌的看法有一點不同 跟基督教絕對不同 基督教相信耶穌就是上帝 因為是基於一個三人一體的信仰 我曾經跟一個穆斯林聽過 他不是引用來的 他只是一些企業的老闆來的 他們很肯定 他們相信耶穌絕對不是神 神就是一個神 不會有三位一體的面向 所以他們覺得耶穌是其中一個先知 是 其中一個先知 先知是一些非常有道德的人 跟阿拉非常親近的人 也非常像我們基督宗教所說的聖人 是 其實他們剛才所說 他們認為穆可密德是最偉大的先知 那他之後就沒有其他先知 那先知是做些什麼呢 他相信先知就是傳遞真主的說話 是 所以其實 其實穆可密德在世的時候 他寫了很多東西 那些東西就是 被今天的穆斯林去推送 那他們相信些什麼呢 古蘭經 那就是古蘭經 那他們有幾樣東西 那他們最終極的就是 他們會遵從古蘭經 那也有些叫做聖訓的 神聖的聖 教訓的聖訓 那些聖訓就是 穆可密德那些的言行錄 可以說是 就是孔子的論語 類似那些 也可能是 有中用的 有大學 又或者是福音書 即是基督教的福音書 就是記載耶穌的言行 身平 那他們會認為 穆斯林是需要去 學習和遵從古蘭經之外 也是要學習和遵從 穆可密德那些的聖訓 所以其實我們也挺欣賞他們的 那種的服從性 他們那種的服從性 真的非常之高 那他們那個 宗教的體驗是怎樣的呢 那就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 剛才你所說的 就是每日期五次土 面向著聖誠墨加 是啊 我想我也挺佩服的 因為呢 在我以前的工作裡面 我是做什麼的 我是做過 就是幫人搬家的 是 那時候我就是幫這一位 穆斯林 他是一些 都挺有迷的 那就是由 由一塊有錢的地方 搬到另一塊有錢的地方 越搬越高 全部都在半山山頂 那在我們搬家的過程裡面 當我們搬到他那塊地毯 他很快拿來祈禱的地毯 要放在他的書房 那麼 他就馬上很緊張 就叫我們的師傅 看著我們的師傅 放進去書房 然後叫我們師傅 放開 然後他拿了指藍針 真的對準那個 麥加哥的方位 來放 所以他們很高科 這麼厲害 他們很厲害 還有我覺得他們那種敬誠 那種敬誠 那種服從真主的心 真的跟我們香港本土的基督徒 很不同 我不敢說是有比較 但是真的很不同 所以他們真的非常厲害 但是 那次我就沒有見他們祈禱 但是也看到他们很认真 当然祈祷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 例如他们要念诵清真经卷 这些我就不懂 但是其实就是一些伊斯兰教里面的信经 信经就是他们信仰的宣示 如果你是属基督教的 我们也有些信经 无论是侍徒信经也好 无论是尼西亚信经也好 除此之外 就是说的就是祈祷五次 他们也有一些时间要齋戒 有齋戒穴 有齋戒穴 他们细节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们会知道他们有这些 过程就是他们不准吃东西不准喝东西 他们是要静思几个 面壁 就是要反省自己的过創 还有他们是要 在社会里面有些实际行动 就是施捨 要施捨 要施捨 这个我也听过 在伊斯兰国家那些做黑盖的都十分有银 没错 因为他们就会认为 如果我是一个比较有钱的穆斯林 我是有一个宗教和道德上的义务 来将我的钱财去分给那些穷人 因为背景就是 他们的钱全都是阿拉真主托付给他们 不是他们 所以他们是有些规定 要遵照真主的精神 来施捨给那些穷人 我也听闻过 在一些伊斯兰国家 不记得是在哪里 也门还是哪里 那里的阿联友 不记得是哪里 总之就是他们这些 伤残人士 你都可以很有钱 因为你去到哪里的弟兄 全部都要关照你 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 所以但是 我们又回到香港那里做一个比较 简单的比较 就是当我们去说 啊 我们所总有的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管家 基督教里面 我们都是一个管家 上帝给这些东西 我们要奉献给上帝 但是 又未必会遵照 圣经所说的 十分一个 可能是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可能是 所以 其实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那种宗教的 宗教感 我觉得是那种宗教的感觉 或者宗教那种的心 伊斯兰人世界 真的 真的会比较 厉害 我这个分类 就没有分到 就是一种 开明一点的 派别 保守的派别 嗯哼 但是起码 他们真的有一些 实际上的规矩 另外 最后 就是原来 他们 大家都知道 不提不提不提 一说就知道 他们另外一种 宗教上的义务 就是 要去朝圣 是啊 就是 一个 牧师林一生 至少都要去 圣城麦加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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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叫什么名字 我去到長城之後 我就對得住 中國人應該爭辯 江東父老 地位會高一點 穆斯林去過朝聖的 社區的地位也會高一點 我見過大老闆 我當然會威風一點 大家在新聞上都會看到 他們會集體圍繞著中間的石頭去走圈 這就是他們要去做的動作 是 所以其實是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們要守這些規矩 去到一些比較保守的伊斯蘭國家 可能就是以前的阿富汗 他們原來是有一套伊斯蘭教的法律 那套叫做沙里亞法規 這套法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 那麼保守一點的伊斯蘭國家 他們會以這個法規作為一個法律 所以看到他們會將伊斯蘭那種的教導 就會在生活各方面都會體現出來 嗯嗯嗯嗯嗯 而大家都經常聽到的就是 在新聞上經常聽到就是 伊斯蘭教裡面有什麼 有不同的派別的 哈哈 順利派 十二派 有些小的叫蘇菲派 蘇菲有些學者就會認為他們不是一個派別 就是一種哲學的思想 因為一方面太少 二方面真的不是一個主流 蘇菲很神秘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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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菲很神秘的 對 蘇菲很神秘的主義 如果再說多一點就是蘇菲這種所謂學派 其實都跟基督教或者基督宗教裡面所說的一些 那些靈修的傳統也是有關係的 嗯哼 對 影響到基督宗教的靈修的方法 不過這個就不在這裏說了 那順利派就是在全球現在伊斯蘭的世界裡面 是最多人信的 大概85% 嗯嗯嗯 另外的15%就是十二派 是 那兩個派別也經常都打生打死啊 那樣 他們的關係會不會有點像這個 新教和天主教的關係呢 他們有點不同 有點類似 因為他們實在是對於 例如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做法 嗯哼 怎麼跟從那個古蘭經啊 聖訓啊 還有那個法規啊 有不同的看法的 嗯 都可以說是一些比較程度的不同 於是他們就有不同了 嗯哼 我想我可以很籠統的來講 所以其實 當我這樣講的時候 我不知道Otis會不會覺得 咦 其實伊斯蘭的世界真的有他們的文化啊 第一 嗯哼 第二樣東西就是 好像都不太聽到 他們都挺攻擊性的 其實是不攻擊的 我認識的那些 我認識的那些穆斯塔一點都不攻擊性 是啊 很友善的嘛 很友善的 還有說的是慈善的嘛 說的是慈善的嘛 說的是慈善的嘛 你認識的那些是姐姐啊 那些啊 那些啊 我認識的那些也是你做生意的 那些同學呢 是呀 那些很好聊的 不過你不要在他們面前提起美國 要不然呢 他會罵了兩個小時 這個就真的 這個就反映得到就是 美國和伊斯蘭世界那種的衝突 那種的不合眼 但是為什麼會形成這樣 那麼攻擊性呢 嗯 這個就是因為 怎麼說呢 在剛才我所說的 在美國不同層面的所謂入侵之下 其實伊斯蘭世界其實作出了一些反應 對於美國那些的動作 那些入侵的行為 其實就是上個世紀開始 伊斯蘭世界就開始發展出一種的思想 統稱為伊斯蘭的主義 伊斯蘭主義 伊斯蘭主義 其實就是一種對抗歐美文化的一個反應來的 那這種思想裡面很強調一件事就是聖戰 嗯 一講到這裡就開始牽涉到 伊斯蘭世界的某一群人 他們所崇推崇的價值觀 那種的聖戰就是 背景就是認為 所有 跟阿拉真主去對抗的 的東西 他們都是有責任來跟他打過的 嗯 跟他死過的 跟他死過的 那不單止在打仗上面 其實是在社會裡面 其實 嗯 也有這種情況發生的 例如是對於一些 跟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人 那樣 那他們也是要同化 那樣 那雖然這樣說 一些比較溫和一點的伊斯蘭世界 他們是對於其他宗教是比較寬容的 嗯 那這個我想真的要公平地說 因為當你去到一些基督教的圈子裡面 他們所描述的伊斯蘭世界就是 他們說我們很難進入短宣 那個什麼國 我們很難進入短宣 因為 很多代號 他們會說 我們在那裡傳福音 我們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嗯 因為伊斯蘭的就是不讓那些世界 那些其他宗教在那裡宣教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一些 在很多 很多的伊斯蘭世界 即不是那麼極端那些 其實極端的很少 其實很多都是比較開放 他們對於宗教也是採用一個寬容的態度 那無論你是什麼人也好 只要你納稅給政府 那他就容許你去信你的宗教 這樣 所以其實我想這個真的要公平一點去對待 是 那怎樣也好 那就是 比較多的就是跟我剛才所說的情況 那但是剛才所說的就是 盛戰那一件事 就是 就是 要去對抗美國 歐美世界 那些的侵略 而形成的 那他們就是希望 或者他們相信 透過戰爭 其實就是可以 令到 全世界 來去 撥伊阿拉振主 所以就 才會 有那些自殺式的動作 或者911事件 原來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發生的 嗯 所以就認識到的就是 那個 伊斯蘭主義 這樣 這樣 那在這裡就會看到 就是 譬如說 拉登 我們所說 其實 原來拉登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在他早期 或者年輕的時候 其實他跟美國都挺朋友 是啊 是啊 就是他被美國 那幫叫做 中情局 中央情報局 中央情報局 去訓練 嗯 就是早期的就是 七十年代 美八十年代 那段時間 就是美國為什麼要訓練他呢 就是因為要對抗那時候的蘇聯 嗯嗯嗯 是啊 但是後來大家都知道了 90年就有波斯灣戰爭 是啊 那段時間他就開始 就是拉登就不妥當美國 就是不喜歡美國 哇 就是你打伊斯蘭國家 這樣 是啊 而跟美國去決裂 嗯 從此就什麼了 就分道揚標 是啊 那時候 就是 他加入了 就是 那些 的 組織 伊斯蘭聖戰組織 那 伊斯蘭聖戰組織 不過伊斯蘭聖戰組織 伊斯蘭聖戰組織 早期就是對抗蘇聯的 是 後來才對抗歐美國的情況 沒錯 而 拉登為什麼後來要這麼激進 要對抗美國呢 就是因為跟他所信奉的那個派別有關 那他所信奉的那個派別就是 雅哈比 雅哈比 雅哈比的一個派別 那個派別就是一個比較保守 或者一些字眼就是比較基要 原教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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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也是美國 又或者一些其他歐美的國家 所以其實 伊斯蘭主義的興起 迎接到很多的伊斯蘭的教徒 或者是 或者當中比較有表達意義 就是比較有意義的 就是拉登 就是這樣去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如果日後大家開始看這個新聞 就會開始明白 為什麼伊斯蘭和美國 敢對著說 又或者美國 現在都好一點 就是歐斯斯 你知道嗎 現在都比較溫和一點 就是歐巴馬的政府 對於伊斯蘭的態度 實際上歐巴馬對於全世界 不同國家都是比較多計談 過布殊的時代很多 布殊他真的對於伊斯蘭世界 他真的痛之入骨 他真實是不是這樣 總之他在任的時候 就十分刺激了 連續打兩個伊斯蘭世界 中東國家 先打富汗 再打伊斯蘭克 但是歐巴馬 相對溫和也好 現在很多時候 你都面對他 他未必可以收到 收得這麼快 未必可以就收旁觀 例如說 敘利亞 伊朗 這些情況 其實大家明白 美國現在還想打仗呢 其實大家知道 美國其實不是很想打仗 因為打不起 沒有錢 怕賺不起錢 那時候有個論調 為何布殊會這麼著急去打伊斯蘭世界 就是希望延續他父親的政策 這個其中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布殊要向支持他做總統的軍火商 去回報給他們 因為你打仗 那時候可以補到軍火 但這些全部都是猜測的 是不是 布殊背後有 即是有賣軍火的 還有很多猶太人在後面支持他 這個是事實 但至於布殊是否因為 為了回報他們 而去發動戰爭呢 這個暫時都不得而知 是的 剛才你也提到 美國其實也有一班猶太人去支持 這個也是 即是伊斯蘭世界 跟猶太教 或是跟以色列 也是對著槓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又真是 其實要研究 即是國際的局勢 其實很難是透過一集的節目 來講得很清楚 很難的 美國幾乎一定要幫以色列 以色列做了幾錯 不過美國也不能罵他 因為 大家知道在美國 支援整個美國的那班人 全都是猶太人 是的 所以他一定是支持以色列 也許 其實現在講以色列 在巴勒斯坦那裏 也許 巴勒斯坦去立國 他們自己 回復自己的國家 美國也是 絕對是一個 反對的態度 是啊 幾乎沒有道理 但也會反對 這裏又牽涉到 美國和俄羅斯的角力 其實俄羅斯 普京好像都表過態 支持巴勒斯坦去立國 是啊 所以這裏又牽涉到 美國和俄羅斯 這幾十年的恩怨情仇 真的 由蘇聯時代到俄羅斯時代 所以如果喜歡研究這些 國際局勢 都真的蠻好玩的 哦 是啊 我們最後再講一下 講完這一點點 其實剛才所講的就是 伊斯蘭世界透過聖戰 透過硬的努力 來對抗美國 歐洲之外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遠的方法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卡塔爾 半導電視台 對啦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 大家 一打開電視 剛才我所講的 歐美為何會成為全世界主流的文化呢 就是因為 很多的新聞 差不多全部都是 跟著美國的論調去走的 有幾個重要的新聞 即是發佈國際新聞的機構 三個 一個叫美聯社 美國的 一個叫法新社 法國的 一個叫路透社 或者如果說英文 CNN CNN ABC ABC 還有BBC 不過BBC少一點 BBC少一點 這幾個都是比較重要的 西方的觀點 對香港來說重要的 還有一個叫新華社 就是發放中國大陸消息 但如果說全球化 美國和伊斯蘭的角力 都在說ABC 是 哥倫比亞電視台 等等 BBC 這些 這些其實差不多是主導了全球 都幾多的一些價值觀 例如他們會比較偏向於 發放一些對美國有利的訊息 又或者美化了一些 美國在全球其他活動 一些比較醜惡的新聞 例如說阿富汗 他們會說美國 美軍在阿富汗 他們死了多少個美軍 但是他們從來不會說 美軍在一些軍事行動裡面 殺死了多少個阿富汗的平民 他們都說 始終西方傳媒 他們的傳媒操守 其實是會好一點的 嗯 但當然 你說的新聞機構 主要是發布外國消息 這個絕對是 不會是一個平衡的世界 不會平衡的 所以其實我們 前幾年 Facebook 都很流行一些照片 在上面發布一些流傳的照片 就是一些人被人打 說到美國 是救那些人 但原來就是美國在打那些人 其實就是那張照片 整傳的那張照片 就是美國怎樣去打 就是用拳頭去打其他人 但是當你切開某個部分 就會看到 美國人在救那些人 哦 是啊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 所以起碼就是 我想下一個基本上的principle就是 其實歐美的一些大的新聞機構 其實都是 基本上是主導了一些 全球的一些觀點 嗯 形成了 就是卡塔比半島電視台的形成 它這個電視台 就是在阿拉伯世界的 嗯 它主要就是要傳遞 那個阿拉伯世界 一些的觀點 其實就是抗衡美國 他們在新聞上的那個 那個主導權 嗯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 上網去 就是卡塔比半島電視台 那個網站 那至於是什麼呢 那又 有沒有資料有說 就是說 那個網站 是吧 就是想說網站上有什麼看 是吧 它裡面有沒有說 它裡面沒有說 我是想過的 那它真的會說一些 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發生的事件 他們也會說中國發生什麼事 也會說一些美國的新聞 其實 但是他們主要的觀點就是 很不同的 他們會 就是根據他們所說 就是會持平的 嗯 是 不過兩者都說自己持平的 這個 這個是現代傳媒 要做到的操守來的 沒錯 所以 你說一下就是 他的運作 就是卡納爾本島電視台的運作 其實他們是很跟隨西方的運作 西式傳媒的運作和管理 運作模式的觀念 但只不過他們在 那個報道的事件上面 其實他們要平衡那些觀點 嗯嗯嗯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基本上是一個最主要的資料 是我們知道阿拉伯世界的消息 是啊 所以就由 中東走向世界的一個渠道 嗯嗯嗯 所以看新聞就希望可以 可以多回這方面的資料 但如果大家想去那個網站 其實大家可以去維基百科 打卡納爾本島電視台 然後裡面都會有些連結 去連結到這個電視台 其實 嗯嗯嗯 裡面有英文的 就不是全部只有阿拉伯文這樣 有啊我現在都在上他的網站 看著 挺好看的 挺多東西看的 他基本上是 他連版面都像是BBC 那些 挺好看的 還有荷里活電影消息 是啊 所以其實我想是 這些就是 軟實力的一種 嗯 就是它反過來就是 要融入去西方的世界 希望將中東的觀點 就帶回西方的世界 是啊 你有空推廣阿拉伯地方的電影 每天都只看那些變形俠衣 是啊 所以不止到爭拟權之後 看看鎮英哥 會不會都要發展這個伊斯蘭金融 哈哈 這樣 所以其實 今天就是最主要 講一些重點 就是 其實在全球化之下 那個文化的傳播 其實是會帶來不同的反響 嗯 有軟有硬 有辣有不辣 而今天最主要就是講了 就是伊斯蘭世界是有它的文化 嗯 它的文化就是面對著外國的衝擊 他們是有硬的反抗 就是聖戰 但是他們也有軟的反抗 就是運用傳媒的權力 嗯 所以我想最後就是 我們千萬不要小看傳媒 無論傳媒的形態和以前很不同 或者那個運作比以前方便了很多 我們都沒有這個背景 我們這幾個年輕人都沒有這個背景 但是我們都可以運用今天的科技 去做一個網上的節目 是啊 絕對是 所以我們其實不多不少都是有分的影響力 嗯 所以當我們有影響力有權力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一點 可能隨時會有些人來打電話給我們 請我們去喝茶 找我們去喝茶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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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天 嗯 說這件事真的發生了都悲喜交雜 是啊 比較敏感一點 我們不會亂說的 哈哈 看看什麼事 大是大非的事情 我照樣說的 嗯 或者是祝我去喝茶 是啊 這樣 所以我想今天是一個初探 初探伊斯蘭 面對歐美文化衝擊的反響 這樣 當然是第一集 但可以再說 其實今天我們總體來說 我都不太平衡 為什麼呢 因為譬如說 一些真正令到西方人 特別是美國人說的伊斯蘭教會害怕的事情 比如恐怖襲擊 我們今天都沒有著墨過 都沒有說 因為最主要就是要說出背景 就是為什麼伊斯蘭人會跟美國鬥 又或者為什麼 原本伊斯蘭人的信仰面貌 跟他所說的聖戰很不同 我都沒有說到 原來伊斯蘭教育裡面 這些都有些分歧 有的 這些分歧也都會 在內裡都會有些抖爭 其實 有很多事情還沒說 但我想是一個歐拉的開始 是 其實我 這方面都是我慢慢 會研究多一點點的項目 是 這樣 是 這樣就好了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 各位聽眾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拜拜